好 我們繼續要看到說到了有一名網友 他打算過年期間要到高雄玩 於是就搜尋訂房網站 但是既然發現的是高雄原城區 有一家飯店他三天兩夜四人房 竟然要價是三十九萬元 於是呢 詢問了飯店業者 表示說其實是合作的訂房網站 系統出問題了 才會造成價格物質 同樣是三天兩夜的房間 大約是三萬六千塊 和網友迫出的天價差十倍 那麼還好 目前網站 已經加價格調整恢復正常 有遊客想要帶著家人到高雄玩 搜尋訂房網站三天兩夜的私人房 居然要價三十九萬 離譜的高價位讓人看了瞠目結舌 離譜啊 三十九萬 應該不是一般一般人住得起的吧 一名網友打算過年期間到高雄遊玩 搜尋關鍵字竟然發現 高雄原城區一家飯店房價 三天兩夜居然要三十九萬 網友紛紛留言過年留在國內玩 就是等著被當肥羊仔 所以大家才要出國去玩 網友PO出的照片中顯示這家飯店的豪華 但是畢竟它發生了嘛 但之後還是注意一點這樣 講我們的家庭房的話 住一晚的話 含早餐定價是一萬二 無辜受到訂房網站牽連 也讓業者覺得無奈 業者也出面解釋 三天兩夜依照他們的房價 價格大概在一萬兩千元左右 絕對不可能出現三十九萬的天價 過年期間民眾出外旅行 面對飯店空房可能供不應求 價格水漲船高 如果想玩得盡興又省荷包 還是得睜大眼睛看清楚多多比價 以免傷了荷包 這留起文蘇怡婷高雄報導